六唇的依赖是一个很有趣的 生理跟心理同时存在的状况 我们先讲一下心理好了 心理比较简单 就像我们上一集说过 因为六唇效果很好 如果大家还记得 30年前的说法就是美国先丹嘛 就是什么东西吃的擦的都有效果 所以在心理上 六唇的依赖是很容易发现 可是六唇更大的问题 其实不是心理依赖 你知道在戒毒的部分 心理依赖已经很难控制 就是他有需要他才会去使用毒品 所以你必须让他觉得他不需要 可是毒品的阶段真正的困难是在于 六唇的反弹 就是当你使用六唇以后 你一旦不用它 六唇其实本身会产生一些六唇的反弹 六唇进断问题 那这些东西会使得你更愿意去使用六唇 因为只有六唇才可以处理六唇进断 那这才是六唇依赖比较大的问题 也是我们在做 比如健康管理的时候 面临比较大的困难 六唇的进断不止在 16性皮肤炎 在敏感肌 在九召 甚至一些异味性皮肤炎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如果你在网络上去查 那个TSW 就是TOPICAL STEROID RESTORE 这件事情你可以查到非常非常多的文章 跟非常非常多的抱怨 然后脸书上也有很多类似的社群 做藉由之间的互相鼓励 六唇的进断的过程 第一件事情是六唇反弹 本身会造成一些冰蛋白的溃烂 所以六唇进断的病人通常会有阻止液 或一些皮肤的溃烂发痒红肿的现象 然后比较轻的进断到后期 因为它的阻止液不再出来 可是细胞继续死亡 所以它就会产生皮肤的严重脱卸 然后皮肤的干燥 那因为干燥会造成发痒 所以从红肿开始一直到干燥 发痒都是六唇进断很大的问题 虽然这样子说 可是其实六唇进断还是有方法可以处理的 就是对我们来说六唇进断很辛苦 可是它仍然就做得到 肌肉毒推广这么多年以来 六唇进断一直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刚刚讲到六唇会有阻止液的时代 在阻止液的时代 我们会加强的把它清除掉 正确的清除 而不是错误的清除 你不要用硫磺子直接清除它 因为过度的去除油脂它本来会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在干燥的保湿时代 那时候我们要用的是安全的油霜 安全的油脂 去让这些地方做成乳化 那乳化的时候它的皮肤的干燥 那些情况就会变得比较好 所以六唇进断我们其实很有经验 然后我们的病人也都可以脱离肋部纯 所以如果你是查我的部落格 你会发现我有很多病人很有趣 他可能断断续续用肋部纯 用了几年几十年这样十几二十年 可是你只要好好的停用六唇 然后用一些安全的装去补充它 然后甚至必要的时候搭配一些 口服的质量药物 你其实还是可以很容易 把六唇进断这段时间度过去 进断之所以困难 各位可能对六唇进断比较没有经验 可是透过影视节目 你可以看到戒毒的困难 戒毒的困难是这样子 就是在这段马配的时候 它会有心机的问题 会有心跳的问题 会有流鼻涕 哭闹什么 然后所以我们会 专业的部分 我们会让一个病人 待在比较安全的地方 甚至必要的时候 给他一些点滴的输液 然后给他一些心脏药物的支撑 进断也是一样 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的进断 当然很困难 可是如果你能够适度的补充油脂 适度的移除掉 你脸上那些脏硬的东西 其实进断的困难其实 是可以有专业保护的 那在补充油脂的部分 最差劲你可以补充凡是0 就我们之前讲到的 可是因为几乎监测 不建议使用凡士林这种矿物油脂 所以我们还是使用植物油 使用植物油的部分 我们还是发现 你可以用橄榄油 你也可以用土茶油 用其他油 那只是差别在于 进断的时候 如果你使用橄榄油 我们观察后续 它的整个恢复的情况比较好 然后这个部分 你的主要目的就是 安全油脂的不断补充 所以你就可以在网路上 查到我们的说法 就是包括油膚 包括白浮油 它有一些详细的操作 那这些操作 它可以导致你 进断过程的速度变快 可是也会让你的症状提起不符 然后最后到达一个 比较平稳的状态 因为这些过程 你还是会经历过 类似戒毒的不舒适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 你要做白浮油 你要做油浮的时候 你还是找一下专业医师 做肌肤监测的监控 这样你会比较舒适 也比较安全